这么好的日子 表哥也不知窝在屋里做什么 不是说寿春王身子不搭爽力吗 真盼着他快些好 就能一起去打练了 昨日武重勋打了一只白狐狸 还拿来跟我写的办 由月洞之声广播剧社出品 掠水惊鸿远柱 长安古义第三期 表哥 花奴来了 来了 你的病好了没有 我娘送来的药可吃了 大哥 喉咙还有些痛 要再痒一痒 表哥 你喉咙红肿吗 让我求求 花奴 别闹 我知道了 我走这儿 说紧新鲜事给你们听 昨日我在宫中看到阿婆养猫了 是真的 我看见阿婆身边的宦官 在寻一只猫 将那猫和一只鹦鹉 关在同一个笼子里 要是那猫儿铺了鹦鹉 就把他拿出来 用竹鞭抽打一顿 到后来 吓得那猫一见鹦鹉 就缩在笼子脚上 那鹦鹉到小人得势一般 反去啄猫 这又是做什么营生 我问了那人 他说等到训好了 阿婆上朝时要给百官看 让他们见识一下 鹦鹉也可以降服猫 大哥 宅家是要 是要离魏婉为太子吗 不要乱说 宅家虽有意愿 该离吴臣死为太子 却到现在还不曾动手 不外乎 是因着以李昭德 敌人界为首的终止大臣们 对父亲的庇佑 也是因为李氏欲于五十载 深得铭心 阿婆是拿鹦鹉比你五家 拿猫儿比你舅舅吗 这处鹦鹉着猫 显然是债家要为五臣死 立处遭身事 已显示五十乃天意所向 父亲一旦识了黄四的身份 只怕 就要沦为五家诸王的 真上鱼肉了 阿婆也真偏心 世上有比儿子更亲的吗 花奴 莫胡说 有了 我昨日看了 那猫也就是平常的模样 要找出十只八只相像的来 容易得很 我弄一只来 把他逊得凶险 等到阿婆要把他的猫拿上朝前 就悄悄给他换了 万万不可 花奴 这是朝廷大事 不是我们能管的 你不许胡闹 听到了吗 好吧好吧 我知道了 花奴 你怎么把我得进宫 我娘老给阿婆送香粉珠宝 我弄了一只盒子把猫装了 混在里头 你小心些 莫被人窥破了 知道了 你放心好了 大哥来了 花奴 你万万不可肆意互来 大哥 我同花奴说了 让他别打那主意了 嗯 花奴 听话 近日 朕的宫中 出了一件奇事 一只鹦鹉 不惧猫儿 与猫共出一笼 泰然自若 朕甚是惊奇 今日带上朝来 以示众轻 来人哪 鹦鹉 会鸟也 猫 不仁兽也 畏者无所起其位 仁者无所行其人 今 圣上一筐天下 此鹦鹉不惧猫 以太平非常之正名也 皇上 适应天命啊 此为太平之诏 皇上适应天命啊 皇上适应天命啊 呆下去 众亲 都散了吧 都是花奴做的好事 都住口 大哥 是我失眼了 我不会告诉旁人 你并无凭倦 怎么敢胡乱嫁瑜人 大哥要去姑姑家吗 回府吧 公主 今日朝上 知道了 这畜生无常性 哪里做得准 传话下去 宫中谁敢提起此事 立刻脏毙 阿母 我要一个打马球的屏风 让那些画工都画几幅 过几日一画 那宅家的猫呢 你可藏好了 宅家什么猫 我不知道 你还不说实话 你以为宅家查不出吗 待找出原先那只猫来 你还要命不要了 没事的 我放在我的文具匣子里 带出公生了 阿婆找不到的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宅家的事你也敢搅和 我讨厌他们欺负那只猫 就想教训他们一下 至尊是皇帝 你敢哄他就是欺君 知道欺君是什么罪过 阿婆最疼我了 才不舍得杀我呢 便是不杀你 这次也许让你知道厉害 过来 见 见过姑姑啊 凤奴来了 可曾用膳 嗯 花奴在哪 在院子里 方才我打了花奴 姑姑知道了 你也知道 是我不好 花奴跟我说过 我没有好好劝阻他 唉 花奴那性子 劝阻多半也是没用的 你且去再教训他几句吧 花奴也渐渐大了 还是以为胡闹 我总不能日日看着他 嗯 我知道 唉 表哥 你来了 姑妈打你了 唉 不要紧 就是精精打了几下 已经不碍了 唉 没事了 没事了 就是当时疼一下 现在已经没什么了 那就是没打够 啊 表哥 我说过 不许你对那只猫动手脚 你为什么不听 我想让你高兴 才去换阿婆的猫 你整日只与亚奴他们混在一处 他们都学会了骑马打球 亚奴还会下棋 你再也不需要我陪着玩了 自然也不疼我了 你就是讨厌我 你想打了我惹我生气 以后就不跟我玩了 你呀 做事前可有想清楚 这般妄为 我为你才爱阿姆的打 你不领情 还打我 谁 谁让你为我 那是我邪的我活该 我没事找就行了吧 原来是时间最难过之心 不是无人给自己送礼 是手绑着一分之心的人却不要 罢了 罢了 表哥 我错了 我以后都听你的 你别走 你别走 你可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我以后再也不骗你 不弃君 什么事都先告诉你和阿姆在所 你要记得 方才说的话 你要我听话 你便不许不踩我 我几时不踩你 自从你生命 我去找你 你就不和我好好说话 每次还盼着我早点走 你现在只喜欢和丫奴他们玩 花奴 表哥没有 表哥是真的喉咙难伤 不是不踩你 花奴 表哥很胆小 所以你要乖乖的 不要做会伤害自己的事 千万不可以激怒至尊 我还不是那日看到你难过 想听你和舅舅出气 傻花奴 日后无需这样做 有你陪在我的身旁 我又怎会难过 花奴也不小了 至尊舍不得让他过早入朝 我们也当给他找件正经事做 免得他无聊中又生出事来 什么正经事 前日我看卫王 给颜袖身边放了两个人 颜袖和花奴差不多大吧 我们也该张罗张罗了 我当你说什么正经事 凡事欲则利 不欲则废 未王此举 倒也不是全无道理 莫说眼下朝中贵妻子弟十二三岁 成婚是常事 就算花奴晚 要再等几年 我们也先需放几个稳重老成的女孩子 慢慢引导他 花奴才十二岁 我才不想让他早早掏虚了身子 五成四他自己一脸牢病相 他儿子比自己活得长嘛 杯里多的是腰痛娼妇 花奴天性不羁 莫要被引斗坏了才好 儿大不由娘 孩子大起来 便是做父母的 也未必知道他心中所想 这事我来办 你莫管了 花奴身边的人 我已安排妥当了 也是个官慌人家出身的闺秀 性子沉稳老练 应当是妥贴的 这便是好的 公主处置妥当了 便早些歇息吧 花奴你来做什么 怎么不让人通报 娘 我不要那个姐姐了 那姐姐老摸我 我的傻花奴啊 那个床被旁人睡过 我不要了 我今晚要和阿母睡 好好好 你死妮子如此轻条 明日阿母教训她 花奴 常午是怎么回事 怎么和五颜笑五重训 打起来了 我就要打他们 谁让他们笑我来着 他们笑你什么 他们一见我就笑我 还阴阳怪气的学我说 姐姐摸我 阿母 他们都笑我 我不要在神都待了 你带我去避暑离宫玩吧 好好好 阿母带你去 还带上你凤奴表哥一起去 太好了 我最喜欢阿母了 这是什么 是 是屏风 是我让他们放的 咱们都长大了 不能像小时候那样 长大就不洗澡了吗 隔了这五 咱们怎么玩 隔了屏风说话也能听见 你乖乖的 不然表哥就要生气了 表哥 你在想什么 今天上山的时候 看到挂着的宫灯 就响起一首歌来 嗯 是什么歌 是西进时的一首舞曲 唱的 是夏日风光 是一个叫做子爷的女子做的 她与自己的情郎行船 对情郎的思念 便散入千万朵莲花之中 她都和情郎坐在一条船上了 还思念个神 花奴 等秋天时 那男子就要走了 终究是要分开的 相见的时候越喜乐 分别之时 便越难过 既然喜欢 他们成婚就是了嘛 即使有幸做了夫妻 贫寒之人 要为山际奔波 富贵之人 要早起生潮 山花一世 光景一流 说过几年 那男子 也许会喜欢别的女子 对于他们最好的 也许就是眼下一吃睡 我就不信 这世上无人能不离不弃 善是善终 大概 没有吧 追逐太史乐 不觉华年度 世人皆对时间无可奈何 而我同花奴 不过也同眼前争一吃水一般 我才不信 我们两个就不会分开 打猎也一起 以后早起上朝也一起 燕哥 我要过去 你给我擦枣豆 你 让奴子给你擦 他们擦得不好 咱俩中间偏要放这个东西 我看不见你闷死了 小心些 那你乖乖趴着 不许混闹 好啊好啊 花奴 我听说 姑姑让一个婢女 与女童住了 是啊 那个姐姐好生气怪 老是偷着摸我 那你怎么办 我不理她了 跑去跟阿姆睡 那姐姐身的好看吗 我没主意 不知道 你老问这个做什么 没什么 曾经那个叮叮当当朝我跑来的小人 竟然也快要到成人 要娶亲的时候了 等花弄成了婚 大爷就要入朝为官 朝上一株福子 家中娇气美妾 兴许 到时候花弄会很忙 忙到 再没有工夫 咱样子也陪她玩了吧 表哥 这家羊羹冠绝神都 还是老师寻的 你尝尝就知道了 我家厨子 打死也做不出这种味道 这老翁是从兔爵来的 煮羊肉的法子 和咱们有些不同 我吃过阿沈娜随子家的 也不如这个 表哥 将来我们去尝尝尝正宗的 换奴 等等 嗯 好了 给你 表哥 你看旁人不是一样吃的 哪里我们就吃坏肚子 有点烫 好吃 真的好吃 我何尝骗你 你素来体寒 羊肉暖胃 吃这个是最好的 能不能给陈寅他们代谢回去 这个刚出锅最好吃 一炮就走了香 下次拐了他们出来吃 人生得此 福福何求 表哥 快趁热吃 好吧 花奴 咱们走会吧 好呀 世纯 你替我牵了马吧 我同表哥走走 是 表哥 这几日至尊可曾招你们进宫 不曾 跟我娘说了 让她再求求至尊 若是至尊不悦 你也别难为姑姑 虎饼 新烤的饼子 二冬的 买几只饼子吧 不用了 我们吃过饭了 真不要 世纯 给他些钱 守春圈王殿下 人有旦夕之祸福 买几个饼子 以方不测吧 表哥 你认得他 共作药饼吗 世纯 拿钱 这是您的 花奴 我们走 回去再说 明日主地依序 请你和殿下吃肉 是阿史纳隋子 那胡儿在这儿搞什么鬼啊 你怎么知道是隋子 他那笔烂字 最好忍不过了 他一定是显得发慌了 想出这法子 来调侃我们吧 但愿如此吧 你这胡儿活得不太烦了吗 弄这玄虚 见过寿春郡王 郡王 我前日去狩猎 一场大雪 畜生都动呆了 打了几只鹿和山鸡 我傅寒挑了些去献给陛下 我带了一头鹿和几只山鸡过来 你家不是有个亭子挺清幽的吗 我们上那里烤肉去 你也认得清幽二字 我还怕你一身兴山 糟蹋了我家的梅花 花下赏雪 不过是错大门捏蒜 火配啊 就该在花下吃肉 你们都下去 去 自己也烤菜我去 是吧 舅王 阿什纳公子图的是青妖 你们也下去吧 莫将扰扰他的雅兴 是 殿下可知 这为何纪念元旦陛下大乡万象神功 用魏王压陷 梁王忠陷 而将皇嗣搁置一旁吧 至尊宠爱魏王梁王 来 殿下请用 北风其凉 雨雪其旁 慧儿好我 携手同心 齐须其夜 祭祺之且 这 这是 祭祺之且 怎么讲 殿下 认出这是李相国手术了 那我就不啰嗦了 殿下的母亲刘妃 与林子王殿下的母亲斗妃 已经失踪多日了 本月初二 二位娘子照例去嘉语典向陛下问安 就再无人见他们出来 你 你说什么 表哥莫急 这事连我娘都不知道 你又如何得知 究竟谁让你来的 说有一句不识 我立斩你于此地 尚我来的 正是李相 至于李相如何得知 我却不敢探问 你是说 五成四和五三四 害了我二位舅母 是因 一位名叫韦团儿的宫女 她向陛下告发 说二位娘子 用押圣之术诅咒陛下 陛下命人搜查黄四殿下居处 果然从院中挖出几个牧人来 我念不会 我念不会 这定是韦团儿陷寒 我要面见至尊 殿下 你见了至尊有何用处 是想 韦团儿一个小小毕丽 如无人指使 又如何敢构陷黄四妃 这种拙劣手段 至尊又岂能不止 那也不能不救他们 陛下 却有比二位娘子的生死 更紧要的事 自初二之后 连黄四殿下也不曾老名 东宫被至尊派去的人严密见识 李相与几位朝臣甚至担忧 我 我得进宫去 李相也指殿下选心双亲 已经与白剑府国义将军 兼门卫范达将军联络 让他们护送殿下 入东宫面前黄四 表哥 不能 这时你不能进宫 这分明是他们要探问舅舅安危 去拉你当挡箭牌 表哥 你干什么 我去 我同你们如光 你请立宫从速安排 表哥 三四 若殿下预体无碍 便是明晚 花郎带殿下进宫打球 然后殿下假装醉酒 就塑塞公主的修书院中 到了晚间 自有人去接殿下 只是 只是 此时千万真命 连太平公主也不敢告诉 我 我 为什么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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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是五家府嘛 哎 花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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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她的 不能让姑母知道 也是为了姑母好 表哥 与其 在有些事面前都是长不大的 时间会夺去我们所有的 却不见另有恩赐 明日无事便吧 若是有事 我同你一起承担 表哥 这个给你做个防备 一切小心 若是天亮你都没回来 我就去找我娘 若 若是我没回来 你和姑母 多照顾晨艺他们 嘿 你的兄弟 我才不管 阿弥陀佛 殿下 安歇 你礼佛也有数年了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三句怎么解 过去时 彼然已过 若追寻之 无有处所 了不可得 未来心 忘有畅想 全然无法定夺 了不可得 现在心 一刹那百年从数 刹那不可住 刹那不可得 你说 那是过去心 现在心 还是未来心呢 殿下 才教导过我 你自己都看不透 莫要哭了 爹爹 爹爹 儿 终是见到你了 你来做什么 可有至尊旨意 爹爹 我娘在何处 你 你是擅自入宫的 你快出去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难道 真的如他们所说一般 娘和洞娘子都引进 我不知道 殿下 郡王殿下 你们 是谁 老奴 是服侍过大帝的内侍 范云仙 殿下 里边说话 是否清静些 我不知你们来做什么 你们若还念在先帝 带你们的恩义不薄 就快带我儿子出去 殿下 五世诸王 我一日不谋算 枪害殿下 两位王妃被人所害 殿下已成孤弱 微乱之事 我等 正是不敢辜负先帝恩义 这才冒死入宪 若是能救 殿下脱困 我等 死不足惜 请殿下与寿春郡王活速出宫 天下誓术 四堂九尹 殿下登高一呼 必然从者云集 到时候 万有西突厥 数万雄兵 内有李昭德等 故旧大臣 殿下何愁 终妙不复 原来如此 随之要我入光 也不仅仅是为了引人耳目 住口 封奴 是你带他们进宫的 殿下 此事寿春郡王 已不知情 阿什纳元庆 你的正国大将军 左威大将军 皆是至尊所封罢 大昭也罢 大唐也罢 皆是我汉家事 你为何要参与其中 臣虽是胡人 却懂得 终者一也 我西突厥 当日详的是 大唐太宗天可汗 不是大周武皇 殿下所说的私心 臣不是没有 臣驻殿下成事 他日殿下 当放尘 归故土 我是幽闭百废之身 做不了你们的大事 你们不要再说了 快带着我儿子出去吧 殿下 殿下 现在庐陵王被废 生死为名 大帝之声殿下一脉一息 总妙设计 尽系于殿下一身 殿下若走 成与不成 总能保全礼堂血液 殿下若留 则诸位君王 皆为覆巢之乱 殿下难道忍心 看他们冲倒 两位娘子覆辙吗 无不明却有三德 约辞 约简 约不敢为天下先 我今日亦或是对列祖列宗犯下大罪 也别无他法 无从君父 傻孩子 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子 封开眼 看看河山的苍茫 夜已凉 执念中 依然滋伤 情是尘香 梅花上 情思爱未扬 春秋彷徨 记忆留不忘 张开手 触摸清澈的脸庞 爱一狂 却拧在眉间深藏 心愿白袖不相离 落影皆情望 花无缘伤 如梦绽放 花若歌唱 缤纷乱 无语音绕梁 大梦一场 似花絮 烟灭空流放 花在歌唱 情愫人间万般终伤 人去何方 许是你凝望的方 湘夏 语bo 井ng 松盖间 写下 俗世的荣光 186 âиров 花 in 三 sector 試 瘋 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